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喜悦与神同在的人 成为喜悦聆听神话语的人 今天,神要说给你很重要 我相信这是一种重要的信息 会改变你的生命 直到耶稣回来 今天,神要对我们讲的题目很重要 我相信这是在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 能是我们生命转变成长的关键信息 我希望你们认真听 并每天能照着做 否则的话 你的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会面对各样的难关和挫折 让我再读读2 Peter chapter 1 请让我用彼得后述一章再来复习一下 我们是在谈我们是在谈果实累累 彼得后书1章1章5到8节这里说 中阵这缘故 你们要分外殿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如果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是这几样 就必是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懒散不结果者 Verses 9 to 10 For he who lacks these things these seven things self-control virtue godliness kindness brotherly kindness love all these things if he lack these things we are short-sighted even to blindness and have forgotten that he was cleansed from his old sins Therefore brother be even more diligent be even more diligent more diligent to make your call and election sure for if you do these things you will never stumble 第九节第十节这里说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这七样 节制 德行 前进 慈爱 弟兄的爱和爱心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眼瞎 只看见近处了 忘了他旧日的罪 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 应当共加殷勤 就是要更加殷勤 共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招和拣选 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 就永不施交 使徒彼得在这里是说 如果我们把这七样美德 每天加添在我们信心上 我们就不会荒芜 不结果子 也不会跌倒 我们就会结出硕果 灵命强健 在这之前 我们已经谈过了两种美德 即德行 就是卓越 卓越就是要超越 共进一步 好上加好 达到最佳的境界 你们可以重温一下 三个星期以前 有关卓越的教导 让力求卓越的灵 在我们每一年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引导我们 指引我们 让我们做得好上加好 让我们的生活 结出更多的果实来 上个星期 我们讲的是 第二种美德知识 当时我们讲到了 无知 无知的意思就是 不知道 圣经从说 民因无知而灭亡 我们不可能凡事都明了 我们只是知道部分 只是了解一部分 即使使徒也是这样 伟大的使徒保罗 也从坦诚 我们知道的有限 随着我们知识 和理解的宗家 我们的思想 形式 生活方式 都会不一样 我们就会多结果子 神愿意把知识和了解 不断地加给我们 感谢主 我们今天有新的科技 我们不仅有印刷的圣经 我们还可以在 我们还可以在 iPad 可以在网上读圣经 可以从网上下载圣经 我们也有MP3 也有网站的 Podcast 也可以从网站上 收听到很多好的教导 我们实在没有借口 不读圣经 没有借口 不进入神的话语当中 没有借口 不去加深 对神的认识 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的确是没有借口 神已经为我们 提供了各样的高科技 今天我要讲的是 自我节制 你们既好安全 那没有 不要从这个屋里 跑出去 自我节制 如果我们能节制自己 就会多结果子 Amen 当我开始带领教会 在神的灵活中 行事的时候 有一些牧师批评 我们教会 没有去做自我节制 因为有人会倒下 会笑 会在圣灵当中会倒 当我听到这些 我知道这些人 完全误解了 圣经上关于 自我节制的意思 自我节制 自我控制 是指 你要控制你的肉体 而不是控制圣灵 圣灵可以随 体异形式 自我节制 不是指控制神的灵 而是控制自我 控制什么呢 控制你的肉体 控制你犯罪的欲望 控制你有罪的 不正当的情感 今天我会带领大家 读很多的经节 让你们知道 如何在生活当中 自我节制 Romans chapter 8 罗马书8章5到8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这里灵是指的圣灵 体贴肉体的 就是指 心思意念当中 想的是 有罪的欲望 和肉体的私欲 体贴肉体的 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 乃是生命 平安 有多少人想要死 请举手 有多少人想要 生命和平安 请举手 有多少人希望 多结果子 请举手 阿们 世俗和肉体 这两个词 在这里是可以互用的 我们人 不只是一个物质的身体 你和我也是灵 我们总个的人 是由灵魂体 三部分组成 所以不仅是由 人身肉体 及自然的物质体 组成 也是由 意识 情感 决定 思想 及魂的部分组成 还有 有灵的组成 你真正的自我 是灵 你的灵 是在你接受 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成生 但你的肉体 和魂 则不会成生 只是灵的成生 but your spirit when I call for example Tom I do not call his body because that body one day will be gone as the dust but I'm calling his spirit Tom 比如当我叫 Tom 这个人的时候 我不是在叫 Tom的肉体 因为这个肉体的身体 有一天 会如尘土般消失 我是在叫他 灵的Tom and one day after you die and go to heaven your spirit will go to heaven not this body and the mind will go with you because your spirit can express itself through the mind and you will go to heaven your spirit and your mind will go to heaven and God give you a new glorious body that will never get sick will never need any operation or discectomy and laminectomy and medication because that glorious body will never get sick you need a new body 有一天 当你离世以后 你会去天堂 你的灵 去天堂 而不是你的肉体的身体 意念会随着灵 因为灵 可以通过意念 表达它自己 你去天堂 你的灵和意念 会去天堂 神会给你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 永不再生病 不再需要手术 不再需要各样的颈椎 开炉的手术 不再需要各样的药物 因为那荣耀的身体 不会生病 so this body is a temporary house and this body has a sinful nature inside our mind is not born again either 我们现在的身体 只是一个 散时的躯壳 这个身体里面 具有内在的罪性 我们的魂 不会成生 but God need to give us body you know why because we are still living in the physical world and the way we connect to the physical world is through our body 我们的灵重生以后 神荣然让我们 拥有这个肉身的身体 因为我们是 生活在物质的世界 我们需要有身体 与物质世界接触 our spirit can see things through these physical eyes you can smell good buntit neang a steak through your physical nose if you don't have the body you cannot connect to the physical world 我们的灵 可以通过眼睛 看东西 可以通过鼻子 闻到香的 和美好食物的气味 如果没有身体 就无法与外面的 物质世界 相联系 and as we born again our spirit are born again and we have the freedom of choice we are not a robot we are not an animal in the cage or in the zoo we have the free will to choose between being aware only of the physical which we have to because otherwise we can get hit by the car if we walk across the street and we are not aware of the car coming we are gonna get hit 在我们重生的时候 我们的灵重生 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但我们不是机器人 也不是笼子里 或动物园里的动物 所以我们有自由意志选择 只注重于 外面的物质世界呢 当然我们是要留意 外面的世界 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车撞到 特别是过马路的时候 要留意 不然会被车撞到 we can choose to only be aware of the physical world outside all we can be we can choose to be aware of the physical world and also aware of the inside the spirit inside here and the holy spirit who dwells inside our spirit will help us to walk spiritually and not to sin against god we call self-control 我们有自由选择 或者只注重外在的物质世界 或者选择 既注意外在的世界 同时 更加着重内心的世界 及内在的灵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可以帮助我们 顺从圣灵形式 而不再对神犯罪 这就叫自我节制 从现在开始 你们会一遍又一遍地听到 行在圣灵中这句话 刚才我就读到过 体贴圣灵的事 和在圣灵中行走 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 行在圣灵中 就会想到很神秘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男士或女士 周夜不停地祷告 穿着很特别的宗教的制服 并引用很多的经文 说话的时候 也是很庄严的宗教语气说 上帝祝福你 阿们 你们认为这就是行在圣灵当中吗 不 不是 行在圣灵中是针对我们每一位信徒 每一个基督徒的事情 那么行在圣灵中是什么意思呢 这并不是要你出神入定 神情恍惚 看异象 然后颤抖 不 行在圣灵中是要让你的思想 关注于圣灵的事 天上的事 让圣灵在你的灵里面来工作 可以来控制你的肉体和情感 你生命中的主宰不再是肉体 不再是你的情绪 现在在你生命中做主的是圣灵 圣灵和你的灵同工 来控制你的肉体 你的犯罪的本性和你的情绪 在任何时候 你都可以选择 对你内在的圣灵敏感和在意 或者你可以选择 只关注感觉外面的物质世界 把你的思想和爱好 都集中在外面的物质世界 和肉体的欲望当中 或者选择把你的思想 爱好 关注于圣灵的事上 这样你可以成为一个 顺从圣灵主导和带领的人 或者是为世俗的私欲所控制 为肉体所主导的人 这样你可以成为一个 顺从圣灵主导和带领的人 同样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 被世俗的私欲所控制 被肉体所主导的人 我向神祷告 我们教会的成员 不要成为那被肉体 被罪的天性和思欲所主导 引诱驱动控制的人 Roman chapter 8 verses 7 to 9 The Bible says Because the carnal mind is enmity against God For it is not subject to the law of God nor indeed can be So then those who are in the flesh I mean those who walk in the flesh Let the flesh control them Cannot please God But you are not in the flesh But in the spirit If indeed the spirit of God dwells in you Now if anyone does not have the spirit of Christ He is not his 罗马书8章7到9节这里说 原来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就是那些 任由肉体控制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 坐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Verses 12 to 13 Therefore brethren We are debtors Not to the flesh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For if we liv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You will die But if by the spirit You put to death the deeds of the body of the flesh You will live 12节到13节说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 致死你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这几节经文 着重强调了自我节制 谈到欲望和驱动 基督徒生命当中 有两种意愿 我是在讲基督徒 不是针对非基督徒 基督徒有两种意愿 一种是肉体 心思意念的欲望和意念 一种是圣灵的意愿 if you yield and follow you yield to and follow the desire and the pu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you will walk in love you will walk in faith you will think about how to build a church how to get people saved how to show love to your neighbors how to forgive your parents who offend you or your spouse who offend you you will think about how can I give to people how can I bless people you will think about how to live for God and how to live a holy life love, peace and joy and kindness and long-suffering the Holy Spirit will pull you to that direction 如果你降服于 圣灵的驱使和带领 顺从圣灵的感动 你就会行在 爱和信心当中 你会想建立教会 你会想如何使人得救 你会爱你的灵舍 原谅得罪你的父母 或者是你的配偶 你会想到 如何乐意助人 如何祝福他人 你会为神而活 过圣洁的生活 有爱、和平、喜乐、良善和忍耐 圣灵会带着你 向这个方向走 但是如果你趋从于肉体的私欲和引导 那个肉体和错误的观念和意念 会牵引着你走向错误的人生 生活在罪中 自私、刻薄 只为自己而活 我祷告 祈求我们的教会成员 不要走这条路 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感动和带领 在此我要说 我们不要顺从肉体 因为肉体不会成生 魂不会成生 不要趋从于魂 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说 我们要心意工心而变化 阿们 所以我们要读圣经 要听好的教导 以便让神的话语 进入我们的头脑中 使我们的心思得以更新变化 我们的心思意念 不再随从着错误的欲望 而是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即使在主内最圣洁的圣徒 都能在他们的意念当中 找出不敬虔的想法和思想和情感 如果你说牧师啊 我有很多年没被诱惑了 我的思想好纯洁啊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你是在撒谎 我不会相信 即便是我 刘牧师 每天都在和错误的意念征战 阿们 昨天我收到了一个 从今很深的伤害过 我和师母的人 寄来的圣诞卡 当我第一年看到 那个卡的时候 有一个意念 马上就跑出来了 主耶稣也曾受过试探 只要你还有这个 不会成生的肉体 还有不纯洁 需要更新的心思意念 我敢保证 你就会一直受诱惑 去做坏的事情 这就是魔鬼的伎俩 魔鬼利用你会 修坏的肉体和意念 引诱你去讨好肉体的私欲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我们需要 当一个念头 出现了我们头脑中的时候 我们要立刻分辨 它是错误的 或者是尽潜的 这就是为什么 不少不熟悉神话语的人 会在身上面跌倒 因为他们不能分辨出 对错是非 他们会受到家庭和过去 文化传统背景的错误教导 比如你看中国电影 就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文化中 对于得罪他们人 必要报复到底 这是错误 因为我们要饶恕我们的仇敌 如果你对错误的思想让步 它就会占据你的大脑 所以当错误的念头 进入到你的脑海里的时候 你要马上说 我不能让它占据我的思想 我要宣告 让它马上从我头脑中出去 我要弃绝你 阿们 肉体会诱使你有这些错误的想法 教会里的每一个人 包括牧师在内 都需要进行这样的中战 即使牧师也不例外 也要和诱惑中战 因为我们都是活在这个肉体里面 那是因为很多基督徒 甚至是大不道家 陷入罪中 因为在他们生活当中 没有自我节制 如果你趋从错误的意义 趋从于肉体的欲望 他们就会毁掉你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 就会毁掉你的前途 你的婚姻 工作 身体 你就不会结果子 你的生命就不会有封锁重果的生命 罗马书8章13节到14节这里说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圣灵制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这是行在圣灵中关键的两点 第一点 请仔细听 如果你想行在圣灵中 如果你愿意操练节制 第一 你要仔细思想 在你的生活中 你的每一天 每一个时刻 你的思想意念 都是放在什么上面 Do you set your mind on bad stuff on hatred on unforgiveness on selfishness on other things of the flesh Do you set your mind on the spirit of God on the things of heaven or on the spirit 你是在思想那些 不好的念头 仇恨 不原谅 自私 等等肉体的事情呢 还是你的思想 专注于 神的灵 天上的事 和属灵的事呢 number two the second question first question what do you set your mind o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all day long two what do you allow to lead you and to control you 第二点 就是第二个问题 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点 是指的你的思想意念 是在什么上面 你总体在想什么 现在我们讲第二 是你让什么来带领你 来掌控你 If you allow the flesh to control you You are not walking in the spirit You are walking in the flesh We all have the choice to shut down the flesh and the bad feeling and wrong feeling and follow the holy spirit 如果你是任由肉体来控制你 你就没有行在圣灵中 而是行在肉体中 我们可以选择 弃绝肉体的私欲 和错误不健康的情绪 从而来跟随圣灵 I give you example If you walk into the church and somebody make some bad comment toward you You may say I want to do this and they say No, your comment is Your idea is wrong Right away you have two choices You're gonna choose to say to your flesh I don't like you Get out of my hair That is the flesh 我举个例子 当你来到教会 有些人可能批评你几句 你说 哎呀我想做这件事 但有人却说 你的想法不对 你立刻就会面对 两种选择 如果你选择对肉体让步 你就会想 我讨厌你 别来烦我 这是肉体 And you yield to it Then you begin to hate people in the church And you don't want to show up in the church You don't want to go to care group You don't want to be around anyone Because you let your flesh control you With the issue of hatred 你用肉体来控制你 你就开始讨厌教会的人 不愿意再来教会 不想去关心小组 不想和教会的人来往 你任由肉体 用恨物来控制你 Oh you push it down And set your mind on the sting of the spirit And you walk in the spirit You let the spirit lead you And say Brother I forgive you I know you offend me But they're gonna love you Like Christ loves you Amen 或者 你可以压抑住 肉体的情绪 把意念心思放在圣灵上 行在圣灵当中 让圣灵带领你 说 弟兄啊 我原谅你 我知道你冒犯了我 但我要像基督 爱你那样爱你 Amen A thought may come into your mind Or maybe you walk along the street And your eye catches something That's so attractive to you And then you keep thinking about it Keep thinking about it You feed it Eventually you're gonna yield to it 再比如你产生了一个念头 或你走在路上 看见什么很吸引你 你就开始在脑子里 转念头 一直思想这个念头 然后你就滋养和喂养这个念头 最终 你会向这个意念和欲望 让步 Maybe a thought come to your mind There's a wrong thought And you right away The well on it And think about it You don't resist it Eventually it will control you And you're gonna walk in the flesh And you shall not produce the fruit of God 或者在你头脑中产生不好的想法 你却一直停留在这个想法上 一直想下去 不能抗拒这个想法 你最终会被它控制 你就行在肉体的情欲当中 你就不能为神结果的 I tell you I tell you Whatever you think in your mind Whatever you set your mind on Whatever you allow to lead to Will determine what kind of fruit you produce 我告诉你 你头脑中的想法 你的心思意念放在什么事情上 你让什么样的思想和情绪来主导你 会决定你结什么样的果子 有什么样的行为 If you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 of the flesh You're gonna produce the fruit of death Distruction and ruin But you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 You'll produce the fruit of life 如果你的思想陷入肉体的事情上 你只能结出死亡破坏和毁灭的果子 但是如果你的思想意念 集中在圣灵上 你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 Galatians chapter 5 verse 13 For you brethren have been called to liberty Only do not use liberty a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flesh But through love serve one another 加勒太书五章十三节 弟兄们 你们蒙昭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爱心互相服侍 Paul talked about Don't give your liberty to the work of the flesh Don't sin because you are a Christian Because you are free now And then he say Through love serve one another 保罗讲到不要因为自由而放纵肉体 不要因为你是基督徒 有自由了就可以再犯罪 而且保罗说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In other words The flesh will tell you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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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 will not go to that meeting If nothing good is for me If I don't receive anything from that meeting I gonna stay home watching TV That is the flesh 也就是说 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你的肉体总会让你 只重于自己 我我我我我 如果那个聚会对我没什么用 如果在聚会中 我不能得到什么好处 我就不去参加 我宁可在家看电视 这都是肉体的表现 But the Bible says True love If you walk in the spirit You go to go to that meeting Not for yourself But what can I do in that meeting To bless other people 但圣经说 真正的爱是行在圣灵中 是我去参加聚会 不是为了我自己 而是为了聚会当中 尽努力帮助别人 Love and serve people When I walk in the spirit Amen 我会去鼓励别人 扶持他人 若有需要的 若被圣灵击倒的 我去帮助福下 我去帮助给他们盖上衣服 我可以去做招待 我用微笑来接待别人 也许有人坐在灰堂后面 心里沮丧 我可以和他坐在一起 来关心鼓励他 我去关心 去爱别人 这就是行在圣灵中 Amen You don't go to the meeting Jus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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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I don't get any benefit I'm not going to show up No That is the work of the flesh 你去参加聚会 不能只想自己得益处 总想着我我我我我 要不然我就不去 这就是肉体的想法 The Bible says in Hebrew Chapter 10 verse 25 Not forsaking the assembling of ourselves Together as is the man of some But exhorting one another And so much the more As you see the day approaching 圣经西伯来书10章25节说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The Bible says Don't miss the meeting in your church Don't miss the service Don't miss the care group Go there And encourage Exhorting one another 圣经告诫我们 不要错过聚会 要参加主日崇拜 要参加关怀的小组 要在其中 彼此鼓励劝勉 You know why The Bible says this I want to tell you I believe I know one reason Why God say Get busy serving Joy the team Do something in the church Get busy Get busy With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 你知道圣经 为什么这么说吗 我告诉你 我至少知道一个理 你知道为什么神让我们 不要停止聚会 要不断地去聚会 为什么神让我们 要参加团契 要花时间 勤于服事 要忙碌于教会 属灵的事情呢 Do you know why Because if you have too much time You will sing If you have too much time You're going to turn on the internet And pornography is going to come up But if you're busy With the things of the holy spirit You have no time Even to think about sinning 因为如果我们太闲了 我们就会犯罪 就会思想罪的事情 若我们泡在网上 色情的东西 就会出来引诱我们 如果我们忙于属灵的事情 根本就不会有时间 去想犯罪的事情 Remember David When David was very busy Protecting the country Fighting the battle For the country He did not sin Until one day He was so free He was on the roof And he's so free He has nothing to do What happened 你还记得圣经 和关于大卫的故事 当大卫忙于四处作战 保卫国家的时候 他没有犯罪 但直到有一天 大卫无所述事 闲着没事干 什么发生 His eye caught on a woman And saw her taking a shower And what happened He yielded to the flesh He yielded to the wrong mindset here And he began to think If I kill the husband Oh she's so beautiful Look at her body Oh I think I can take her into my house And get rid of the husband And he did And God punished him Because he had too much free time Sometimes it's good to be busy To go to meeting And to be busy In the spirit of God Amen Hallelujah 他在屋顶上 看到别人家的女人 在洗澡 发生了什么呢 他对自己 淫欲的念头让步 对自己罪恶的思想让步 他开始思想 Oh 如果我杀了他的丈夫的话 Hey 这个女人真的漂亮美丽啊 她的身体真好 那我就可以把她 掳到家里 和我一起生活 她受到了诱惑 她真的这么做了 神惩罚了她 她太有空闲了 所以啊 有时候忙碌是好的 去参加聚会 忙于属灵的事情是好的 Amen Hallelujah Galatians chapter 5 verse 16 I said then Walk in the spirit And you shall not fulfill The lust of the flesh 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 我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The Bible talks about The lust of the flesh The lust of the eyes And the pride of life This is the battle Every single day 圣经谈到 肉体的情欲 炎幕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这是我们每天 要面对的忠战 If you walk in the spirit If you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of the Holy Spirit Love kind the kingdom Love Jesus Want to please God Want to bless people Want to build the church Want to see people saved Want to see people set free Want to see people grow Want to see the kingdom of God grow You set your mind on those things You will not have time To please the lust of the flesh 如果你行在圣灵中 每日思想圣灵的事情 思想爱良善 愿意讨神的喜悦 讨耶稣的欢喜 热爱神的国度 愿意建立神的教会 让人得自由 得救 得成长 愿意神的国度不断拓展 当你把你的心思意念 放在这些方面的时候 你就没有时间 去思想或迎合你肉体的情欲 But if you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of the flesh And you let your flesh And your sinful nature lead you What happens? You cannot fulfill That wrong desire of the flesh And you're going to get into trouble 但是 如果你的心思 放在肉体的私欲上 任由肉体引导你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会陷入错误的肉体情欲当中 会遇到麻烦 Galatians chapter 6 Verses 7 to 8 Do not be deceived God is not mocked For whatever a man's soul That he will also reap For he who sows to his flesh Will of the flesh reap corruption But he who sows to the spirit Will of the spirit reap everlasting life 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说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重什么 收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饮生 The Bible is so clear If you sow to the flesh You please the flesh You fulfill the lust of the flesh You will reap corruption and death and destruction Not just for yourself But for people around you And for your society Amen 圣经在这里讲得很明确 如果你顺着情欲撒种 顺从肉体的诱惑 去做肉体私欲 要你做的事情 你收到的就是败坏 死亡和毁灭 这不仅会危害你 也危害你周围的人 也危害社会 Amen I tell you I love my wife and my kids And this church so much That I have to say no to my flesh all the time Because I know that If this pastor follow the flesh My wife going to get into trouble My kids My grandkids To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Gonna get into trouble Because this man So in the flesh 我告诉你们 我非常爱我的妻子 我的孩子 和我们这个教会 我在不断地拒绝 我的肉体的情欲 因为我知道 作为牧师 如果我屈从于肉体 那么 我的妻子 我的孩子 我的子孙三四代 都会陷入麻烦当中 都会因着我顺从情欲撒种 I don't want that 这样会给我 和他人 带来毁坏 这样撒下的种 自然是不尽钱的种 会伤害别人 毁坏别人 若我形态肉体中 In Galatians chapter 5 Verses 16 to 17 I say then Walk in the spirit And you shall not fulfill the lust of the flesh For the flesh lusts against the spirit And the spirit against the flesh And these are contrary to one another So that you do not do the things that you wish How many people agree with me that every one of us has this struggling on the inside of us How many people agree 我们有多少人 同意我的观点 我们每个人 心中都有内心的挣扎 有多少人同意 We have the battle on the inside of us all the time We don't do what we want to do Sometimes we want to pick up the phone and yell at somebody But we say I don't Because that is the work of the flesh I have to resist I need to crucify it I will not do it Amen 我们时时刻刻 内心总是中战着 有时 我们不能做 我们冲动 想要做的事情 有时候 我想拿起电话 对着人大喊一通 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因为这是肉体的冲动 我必须克制住 The flesh would do anything if you yield to it If you yield to the flesh it would do anything 如果你对肉体让步 顺着肉体的私欲而行 任何事情 他都会做得出来 And this fact is true to an apostle to prophet pastor evangelist and any anointed man in the body of Christ If that man and woman yield to the flesh the flesh would do anything The flesh will make you a drunkard a liar an adulterer a drug addict a gossiper a cheater a betrayal a liar the flesh would make you do anything if you yield to it and you're going to get deeper and deeper 这个道理 不管对谁都是一样 不论在主内 有任何恩高的人 不论是使徒 先知 牧师 不道家 只要你对肉体让步 肉体就可以带着你 做出任何的事情 肉体可以使你成为一个 罪鬼 说谎的人 犯奸淫的人 吸毒的人 搬弄是非的人 作弊的人 背叛的人 说谎的人 如果你屈从于肉体 肉体会让你做出任何的事情 又使你越陷越深 人为什么会犯奸淫呢 你想过没有 人开始犯奸淫 是从淫念先进入头脑开始 for example you're a married man and you saw another woman who is not your wife and you say wow she look good and then you begin to nurture and feed on that and you think on that day and night and you feed on it you yield to the flesh you yield to that wrong idea and eventually after a few months you got to the place that you have never imagined that you never thought that you're going to end up this way with divorce and broken home and have another woman in your life and another family also broken and divorced because you yield to the flesh Amen 比如 一个已婚的男子 看到另外一个女子 哇 她很漂亮了 然后就开始 降入非非 日思夜想 沉溺于这个 罪恶的念头 不能自拔 几个月以后 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你可能从来没想过 你会离婚 毁掉家庭 没想到生活中 会有第三者 你同时 也毁掉了另外一个家庭 婚姻破裂 所有这些 都是因为 屈从肉体的缘故 Amen We need to resist right away When that thought come into your mind You say You have no business in my mind Get out of here right now 我们要当即立断 马上抗拒罪的念头 当淫欲的念头 进入你的头脑 你马上要说 这个念头 与我无份 你马上出去 马上出去 Get out of here right now What is the smart thing to do? The smart thing to do is to not going down the road of the lust of the flesh even one second Pull yourself out Don't start to begin with Obey the word Yield to the holy spirit 名字的做法 是不要从这个 情欲的路上 顺着走下去 一秒钟也不要 从中脱离出来 不要朝那个方向想 要遵守神的话 顺着圣灵的带领 You say to yourself This is wrong This is wrong I'm not going to offend God I'm not going to go down that road I'm not going to make God unhappy with me This is sin This is unbiblical I'm going to yield to the holy spirit On the inside of me The flesh in myself Crucify you right now I resist you I push you down Get out of here right now You need to do that right away Don't yield to it Amen 你要警告自己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我不能触犯神 我不能走那条路 我不能做让神不喜悦的事情 这是违背圣经的犯罪行为 我要听从在我里面的圣灵 把肉体的情欲 现在就定在十字架上 我要抗拒肉体罪的想法 我要抵抗住它 我现在就把它赶出去 马上就做 不要让步 Amen 不然的话 肉体的情欲 会毁掉你的婚姻 你的生活 你的健康 你的金钱 你的财物 你的人际关系 和你的事工 所有的事 都因着你 顺从肉体的情欲 而毁了 1 Corinthians chapter 9 verse 27 this is what the apostle Paul say but I discipline my body it doesn't mean that he pull out the stick and hit his body this means the flesh I discipline I control my flesh my body bring it into subjection to subjection to what to the holy spirit and my spirit less when I have preached to others I myself should become disqualified 哥林多前书 9章 27节 使徒保罗 在这里说 我是攻克己身 这什么意思呢 不是指他拿着棍子 打自己的身体 而是克制肉身 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 服我 叫身服什么呢 是服从 圣灵 和我的灵 然后接着说 恐怕 我传福音 给别人 自己反被 弃绝了 你有没有看到 美国有不少 很有恩高的牧师 最后落入罪中 他们进了监狱 毁坏了他们的事工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 保罗 要每天 制服肉体 保罗说 即使像他这样 有恩高的人 能行神迹奇事 能医病赶鬼 在上千人面前 传讲福音 如果他 不制服肉体 有一天 他也会被神弃绝 这就是保罗 在这段经节 所强调的 保罗强调说 不仅是昨天克制肉体 今天也要克制肉体 明天 明年 都要克制肉体 每时每刻 日日夜夜 我们都要克制肉体 这是每天都在进行的中战 一直到我们 离开人世 和耶稣基督在一起 阿们 我们每个人都说 每天 每时每刻 不只是昨天 不只是主日在教会 当今天离开教会以后 我仍要克制肉体 当我坐进车里 和配偶谈话 我也要克制肉体 有些人在 在教会上 当他们坐进车里 他们叫 他们在家 有些人在主日敬拜 表现得很好 很受感动 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最后完了坐进车里 却对着配偶大喊大叫 哈哈大叫 聚会刚刚结束 刚刚受到圣灵的触动 但是 进了车却不一样了 却大喊大叫 我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 Galatians chapter 5 19 to 21 Galatians chapter 5 19 to 21 Now the works of the flesh are evident which are adultery fornication uncleanness lewdness idolatry sorcery hatred contentions jealousies outbursts of wrath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in the car a while ago selfish ambitions dissensions heresies envy murders drunkenness reverie and the like of which I tell you beforehand just as I also told you in time past that those who practice such things will not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加勒泰书五章 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这里说 情欲的事 都是闲耳易见的 就是奸淫 污秽 邪道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憎 憎恨 忌恨 恼怒 这就是我刚才说 在车里发生的事情 劫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兴杀 醉酒 荒焰等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重受神的果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要克服的 这些肉体的种种表现 一个例子是 奸淫 奸淫和污秽是错的 我们不应该陷进去 那么奸淫是怎么发生的呢 it happens it happens this way you begin to get close to another person's wife or another lady but you already married you already have your wife but you get married and you start to get closer to another person of opposite sex and you spend too much time too much time talking conversation phone call text message calling each other talking about even the ministry and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Facebook Skype and eventually what happened you fall into it 如果你是一个 有夫之夫 或者有夫之夫 你已经结婚了 你却接近异性 你花很多时间交谈 打电话 送短信 谈各样的事情 甚至谈教会的事工 在一起花很多时间的交流 用面子书 用网络电话 结果发生了什么呢 你陷进去了 人喜欢上另外一个人 和恨另外一个人 是一样的 都是因为花太多的时间 在一起 你和一个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 你会说 我讨厌和他在一起 他为人不好 同样相反 当你和一个人 花时间长在一起的时候 久而久之 就会生出混结 即便是你已经结了婚了 你也会和教会里的人 产生婚外情 而这人不是你的配偶 结果就导致了犯奸淫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已经结了婚了 不论是男女 都不要和其他的异性 花太长时间的交往 这是不合一的 阿们 你要脱离这个陷阱 不要过多的交往 不要在电话里谈很久 不要过多的 个人的交往 因为这是很危险 你会被肉体的情侣来引诱 陷入诱惑当中 会遇到麻烦 感谢神 如果你是神的儿女 你就有圣灵内住在里面 圣灵可以帮助你 圣灵可以帮助你拒绝诱惑 越来越多 不少人因为网路 而陷入犯奸淫当中 因为在面子书上 你可以和各样不同的人 即时地交谈 正因为如此 我把我的面子书 关掉了 我不想陷入麻烦当中 我要保护我自己 所以 如果你在面子书上 找不到我 对不起 我要保护自己 阿们 感谢耶稣 行在肉体是指什么呢 指的是 你肉体失去了控制 你没有用灵和圣灵 来控制肉体 反而被它所制 你让肉体失控 你就被肉体所主导 肉体控制你 去做一些 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应该当即立断 顺承圣灵 这就是为什么 我喜欢复兴聚会 因为当我为人按手的时候 你可能会注意到 我总是说 顺从 顺从 人们会倒下 有些人会大笑 会醉在和沉浸在圣灵当中 教会的聚会 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很混乱 但这会让教会脱离世俗的情欲 作为一个神经外科了 手术的医生 牧师和丈夫 这是我的责任 想想看 如果你出来被祷告的样子 却是一副 很骄傲和抗拒的态度 你说这是属灵还是属肉体的 当然是属肉体的 但 去跌下 然后 笑 然后 瘤 是 那是 血 还是 血 是 是 我 那是 这是 倒在地上 有时候颤抖 有时候打笑 有时候沉醉 这是属肉体的 还是圣灵 当然是 这表明 我完全降服圣灵 我倒在地上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即便我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 我也可以倒在地上 我不在乎 教会的复兴会 为人按手祷告 人倒在地上 这些对于消灭肉体的情缘 打掉人的骄傲 是很有好处的 是除去我的面子 你的面子 I'm famous here Don't touch me Don't make me laugh Don't tickle me to laugh You yield to the Holy Spirit And if you can yield to the Spirit in the meeting You can yield to the Holy Spirit in your workplace Amen 有些人的态度是 我很有名气啊 你想让我笑 想让我颤抖 没没儿 但是你要顺服圣灵 你能在聚会里面顺服圣灵 你就能在你的工作场所 顺服圣灵 Amen It's about the war between the flesh and the Spirit all the time Please don't even give one minute to think about something wrong in your mind You can smell it even before it turns the corner When something wrong coming Get out of here front kick side kick Get out of here wrong thinking I'm not gonna yield to it Amen 肉体的情欲和圣灵 随时都在中斩 不要让你的头脑里 有任何一刻 有错误的意念 有时候当你预感到 诱惑要来临的时候 赶紧逃开 或者重面地踢开它 用各种的办法 踢开它 一旦有错误的念头 立刻制止 抗拒 不要沉迷于里面 Amen Because the more you yield to it The more you feed it It will grow It's gonna get stronger Until It will torment you It will make you in bondage It will cause you to lose many things It's awful It's tormenting 如果你顺服这个念头 你就会饲养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强 最终会控制你的头脑 折磨你 捆绑你 使你失去很多东西 使你处在一个非常痛苦挣扎当中 Pornography is tormenting Don't get into it Gambling is tormenting You sit there All day long You cannot eat it It's tormenting Don't yield it Don't even walk Close to that place Don't even try Even one minute 色情的东西 是折磨人的 不要去做 赌博也是折磨人的 不要总天坐在赌场 那副样子 不吃不喝 很折磨人 连赌场都不要靠近 不要去尝试 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要 Thank God for the Holy Spirit If you have made mistakes in the past You went to gambling You watched pornography You commit adultery God forgives you if you repent No one going to blame you No one going to accuse you anything But start to repent now Yield to the Holy Spirit Crucify your flesh And God will forgive you God will give you enough grace Enough power to overcome The future temptation Amen 感谢神赐给我们圣灵 如果你过去犯过错 赌博过 看过色情的东西 或者犯过奸淫 只要你认罪悔改 神都会赦免你的罪 其他人也不会再责备你 再论断 只要你现在悔改 顺从圣经 把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 神就赦免 并给你足够的恩典和能力 胜过以后的诱惑 Amen 圣灵提示我 在你们当中 也许有些人 现在就应该 致死肉体 给你太太打个电话 向她道歉 说亲爱的 我很抱歉 我冒犯了你 对不起 这是圣灵的工作 不是出自肉体 若是出自肉体的会说 你算老几 你只不过是付到人家 我才不会向你道歉的 走开 要离婚 离就离吧 这些都是肉体的工作 若是出于圣灵 你会说 亲爱的 我很抱歉 请原谅我 Amen 这样会挽回很多的婚姻 罪人是没有圣灵 但我们基督徒有 感谢神赐给我们圣火 You know I choose I tell you the truth Time is running out I want to tell you everybody in this room right now Many years ago I come to the situation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running this church with coffee stand happy everyone justone and a half hour service and sing song happy a lot of program on the stage making everyone happy have a lot of show or running the church at lay hand and moving the holy spirit 我向你们坦诚地讲 我愿意每一个这里人都知道 多年以前 我到了一个光景 一个地步 面临一个抉择 我是要用 咖啡吧 舒适的感觉 让大家来参加教会呢 只是一个半钟头的主日聚会 大家唱唱诗歌 安排很多的节目和项目 让大家都很高兴 做很多的秀 来运作教会 还是 我要在教会里按守 让圣灵运行 来带领这个教会 很多人都劝我 不要这么做 因为这样 会让不少会众离开 美国教会的人 不喜欢这么做 我花时间祷告 我祷告 我思考 神透过圣灵对我说 儿子 你是顺服人 还是顺服我 你做抉择 我决定用复兴聚会的方式 用按手祷告 让神的圣火 来带领教会 而不是让你高兴 我不是讨你的喜悦 也不是讨你肉体的喜悦 这样会毁掉你 我是要讨神的喜悦 当我用圣灵的活来触摸 来制使你肉体的情欲 教会的每个人的灵命 都会强壮 都会爱神 在这个教会里头就没有离婚 没有疾病 没有癌症 我对教会的责任 不在于那些来宾 而是在于教会的会员 如果你是来客 你不喜欢我的假道按手 很抱歉 那是你的问题 因为你会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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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我对我唯有论 我访讨讨讨讨讨讨讨论 我讨讨讨讨讨讨讨论 他 感觉 不需要奉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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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因为你是来客 而我的责任 是在于我的会友 我不希望他们患病 离婚 遭遇麻烦 我不希望他们屈从于肉体的情欲 我不希望他们 互相散步流言蜚语 互相欺骗 我不希望男人在这里欺骗女人 我不希望在教会里有奸淫的事情 有离婚的事情 实际上 如果你是明智的人 你应该喜欢这样的教会 因为你受到保护 阿们 我这个牧师 不会玩弄游戏 让肉体的情欲在教会里头抬头 我们要制服肉体 今天就下定决心 说 我不要让我的肉体的情欲毁掉我 魔鬼会用各样的伎俩来引诱你 让你顺从肉体的情欲 你知道为什么吗 教会外面有千千万万的人会进地狱 如果你屈从于肉体 流于世俗的喜好 你就不能拯救灵魂 很多人会进地狱 因为你只讨约肉体的喜悦 去享受肉体的充火 加勒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仁爱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圣灵的果子是爱 如果你行在圣灵中 你对人充满爱 爱的反面是什么 自私和仇恨 所以来教会 不要带着 我能得到什么祝福的念头 而应该思想 我如何去爱别人 这是属灵的 只想到别人能为我做什么 是肉体的表现 第二个 喜乐 喜乐的反面是什么 是忧虑 如果你在外面的时候 总天愁眉苦脸 回到家里 躲在帘子后面哭泣 你怎么能为主赢得灵魂 结果子 把人带到主面前呢 你一天到晚 忧郁 无精打采 睡不好觉 因为你没有 从主来的喜乐 Amen 一天到晚的忧愁 是不能拯救灵魂的 和平 和平的反面是什么 焦虑和不满 如果你整天焦虑不满 你怎么能拯救灵魂呢 如果你怨天尤人 没人会因为你来到教会 你要有平安 人们看到你的平安 就会说 我要像你这样 你去哪一个教会啊 我和你一起去 因为你有平安 忍耐 忍耐 如果你脾气暴躁 动不动就发火 你怎么能结果子呢 恩慈 恩慈的反面是什么 粗鲁 刻薄 生硬 强加于 强求 神叫你得人如得鱼 你去扑鱼 却对鱼大喊大叫 快咬钩啊 快上钩啊 快上钩啊 鱼都跑了 没有鱼会咬钩 你这么 mean 你这么 pushy 你这么 harsh and hard on people the gospel is good the gospel is good believe right now you should be gentle kind easy to talk to like pastor Dar easy going calm everyone want to be around you Amen kind and gentle not be too pushy and hard Amen 你对人太生硬 太强求 因生硬的太人传福音 福音很好 现在就信 你应该温柔 良善 让人很容易接近 就像师母那一 随和安静 人们都愿意和你相处 Amen 要友善和温和 不要咄咄逼人 太度生硬 Amen 加勒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铜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结论就是 我们要把肉体 钉十字架 我们要让神的灵 就是在我们里面 成生的灵 掌控我们的肉体 行在圣灵之中 心思一念 时时刻刻想着圣灵的事 不要转动 有自制力 有自制力 若有任何属于肉体的私欲的念头产生 把他们从头脑中赶出去 你要跟随圣灵 Amen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会一直 为人按手祷告 把人带进神的灵之中 这里我要分享 我学到的 关于圣灵的见解 我们就好像一个 装水的瓶子 当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 装满垃圾的容器 装满了肉体 情欲的垃圾 错误的思维方式 坚固的营垒 来自魔鬼的垃圾和咒俗 为什么要按手分次圣灵呢 按手分次圣灵的火 就是要把一部分垃圾焚烧掉 把属神的东西装进去 我们每个月的主日都这么做 我们每个月的主日都这么做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我们里面的垃圾就越来越少 属神的性情就增加 我们这个生命的容器 垃圾逐渐被清除 属灵的东西越来越多 久而久之 我们就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所包裹 充满了 神的爱和饶恕 我们生活当中 行在圣灵中 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 因为我们满了圣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 强调被神的灵和火触动 每一次我按手 神的灵和火就触动人心 垃圾就出来 圣灵就进去 出来 进去 每一个主日我都看到它发生 我按手 不是为了作秀和表现自己 不不 我是希望洁净你 希望你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而不是属肉体的 你了解吗 我们中间有多少人 自从你来的这间教会 你觉得自己属肉体的少了 资欲少了 神的灵多了 这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没有毕业 要成为耶稣的样子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相信我 这样真的很好 少了很多肉体的私欲 把它钉在狮子架上 制死它 烧毁它 而有更多的圣灵充满 圣灵会带给我们 生命 喜乐 和平和真正的影声 I want to have life I don't want to have death I expect to live a long life I don't want to die with cancer I want to live 220 years with Pasadah At 120 years we still not using walker We still walk with the good knees and preach the gospel with loud voice not like this loud voice because I have life on the inside of me that life quicken my voice my vocal cord my need to travel throughout the nation at 90 years old still Amen I have 120 years old and I don't need to be able to I still have a strong strong of the knees I can move I will continue 大声的宣讲福音 而不是沙哑的 嗓门永然红亮 因为我里面 有生命的活力 这生命的活力 给我红亮的嗓音 和强健的腿脚 让我在90岁时候 能到世界各地 传讲福音 Amen 不要活在肉体中 要活在圣灵里 每个人都说 生命 平安 神的灵 今天 我决心要行在圣灵中 我定义思想 属灵的事 我要让在我灵里的圣灵 引导我 掌管我 主导我 我决心 做一个属灵的人 不论对我 或对他人 我都不要死亡 和腐坏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成为我的救主 过去 过去 我做过错事 我屈从于肉体 我把生活搞得一团糟 今天 我悔改 我不要回到过去 让圣灵的能力 让你的火焚烧我肉体的作为 魔鬼的力量 我生活中的捆绑 稚固和正负 主啊 以爱 平安 喜乐 温柔 忍耐 恩慈 前进 匆忙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大家彼此对说 从今以后 你要行在圣灵中 你要从此行在圣灵中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Amen 或许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